程式就是這一段跟這一段 那其實這兩段呢 基本上裡面是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雙以後裡面有放公式 跟沒放公式而已 而且其實直接把公式貼過來 那最重要是修改那個有沒有 本來這邊是放2啦 就把它放一個什麼 串一個I在裡面 就這樣而已啦 OK其實沒什麼太複雜的 但做出來效果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讓你的那個 剛剛做的動作呢 就可以很自動化 就完成了 OK所以其實工作裡面呢 假如說你每個地方 都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你就不需要重複 每天再做一樣的事情了 比如說有些東西 資料已經倒過來更新 你就只按下去 就有需要的東西 你可以馬上知道結果了 不然的話 你可能需要再重新再做過一遍 又浪費一個時間 所以有的人工作效率高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一整天 就是真的一個早上就按一個按鈕 事情就搞定了 真的 然後呢 就多很多時間出來 所以之前有學生說他早上 一早上都在練功 一直在練寫程式 他已經把他VBA能力 提升到某一個境界了 所以他後來他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什麼 換工作 有沒有 他覺得現在工作太輕鬆了 時間太多了 都不知道要幹嘛 於是他就換工作 真的薪水就double了 換了一個公司薪水就更好 當然這個前提是你必須要有這樣的能耐 OK 所以你當然效率提高之後 象徵就是說 你需要花的力氣也比別人少 另外的話也可以馬上把事情給做完 OK 所以很多時候老闆大家就希望說 我請個員工很快事情都做完了 一個抵十個用不是最好對不對 那我花可能只有花兩倍的薪水給他 那值得嘛 十倍跟兩倍比起來的話他還省 而且公司競爭力也強大很多 OK 大概就目前的這個產業現狀 所以以後我是覺得 當然盡量你如果能力好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工作也並不像想像中 那麼的困難 OK 那所以剛剛這個地方就是這兩個按鈕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完成之後的話我希望 有幾個需求 我希望把這個底色全部塗完 那全部塗完到以前你可能變成說 你要需要人工去判斷 如果當這個排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先看一下 如果有個條件 假如說他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就把它統一列的A藍的底色變成黃色 但是呢 以前變成用人工來做的話 那這第一個浪費時間 第二個的話呢效率不好 第三個還會做錯 因為人的眼睛畢竟會疲勞 但是如果用電腦來做 快的要命 而且完全不會做錯 這一點很重要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需要一個按鈕 名稱叫格式化 一個叫格式化清除 所以我可以怎麼寫 一樣嘛 就是sub 所以你就先打個sub 所以按鈕 名稱就是sub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格式化 Enter就可以了 那寫什麼呢 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在那個什麼呢 一樣for i 等於 2到43 意思是說 幫我在這個範圍的列裡面 幫我找一下 找什麼呢 找如果 如果的話就if 在for回圈裡面加if 一符什麼呢 如果這一欄 這一欄 就是 就是一欄 一欄其實你可以簡單 你可以拿這個複字過來 比較快一點 然後改一下一就可以了 幫我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然後判斷一下它是不是 小於等於7 那這個是一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然後你再做底下的事情 那一般習慣會先把if 後面Enter兩下再加一個 有頭有尾 意思就是說 有符合這個條件的 才做下面這個事情 那如果不符合這個條件的 那就跳過了 pass過去了 OK 就有點像是你今天 比如說你要搭車啦 你要刷卡才能上 你如果沒有刷卡 那就沒辦法上車 就捷運站一樣 你沒有刷卡 沒有B 它就沒辦法打開閘門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有B 那就可以進下面的這個動作 那做什麼呢 把同一列的A欄 同一列的A欄怎麼表示呢 其實一樣是儲存格 同一列的A欄其實後面刮斧 就是把這邊改A 不過我們先不要打刮斧 我們先點一下 底色的話就是叫Interior Interior就是底下的顏色 如果一個顏色的話呢 那就加一個Color 所以Interior指的是什麼 儲存格的底部 底部的顏色 哪個底部的顏色 你再告訴它說 是那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就是A欄的 A2到A43的這個範圍 儲存格 如果是同一列 就是說比如說他找到 小1等於7 就是這一列 這一列是第13列 那就把這一列的底色 變成什麼呢 黃色 黃色的話 你會後面等號 就給一個顏色 那在VBA的顏色敘述 記得喔 就RGB RGB應該顧名是什麼 R就紅色 G綠色 B藍色 也就三原色 那黃色的話 怎麼給號碼 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從常用裡面的油漆桶 這邊有個其他色彩 你可以找到黃色之後製定 這邊就出現什麼 R 有沒有紅色 那就是什麼 255 然後綠的話 255 藍就0 所以你直接把 剛剛的這個三個顏色填到哪裡呢 RGB裡面 255 豆點 255 豆點 0 那也就是說 在那個顏色裡面 它最小就0 最大就255 其實就是256 也就是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所以總共能夠得到多少種顏色 其實有點像調色盤 就是256乘256乘256 其實就是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再乘上2的8次方 總共等於多少 等於很大一個數字 好啦 你自己再算 總共我印象中好像1000多萬種顏色 也就是說 電腦能夠產生多少顏色 就這麼多種 不過我想 數字不是那麼 已經很大 數字不是那麼重要了 OK 就是很多顏色 好 對一般人來說 其實一般人眼睛沒那麼好 能辨識的顏色 大概就這麼多種 你就大概幾個重要顏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寫完了 我先把這個顏色先取消掉 因為它原來 已經有加一個顏色 所以我把它改物填滿 現在沒有對不對 然後我讓它跑一下 所以你就執行它 你會發現 如果當這個是小於等於7 有沒有 對 因為它等於7 符合條件 所以它底色改了 這個呢 小於等於7 所以它改了 再來就這個 小於等於7 有沒有 小於等於7 OK 好 再來的話 要把顏色變更回來的話 那怎麼變更回來 一樣 把這個Ctrl 然後把格式化清除 清除 OK 然後其實喔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顏色 本來是黃色有沒有 改成沒有 其實兩種改法啦 你可以把它改成白色 白色的話就是255252525啦 就三個都是最大的話 所以你把顏色都調進去 它就變什麼 白色 這個直行 這就變白了 有沒有 另外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它變沒有顏色 沒有的話 在Excel裡面 它的 敘述方法叫XL 沒有叫NUM XLNUM XLNUM XLNUM的話呢 那就是等於沒有顏色 OK 另外 各位講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打字的話 通常是打小寫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打對的話 你一開有沒有發現 那個N會變大寫 有沒有 那表示說呢 你沒打錯 所以喔 像打Sales也是一樣 如果你假設 你打小寫 移開應該C會變大寫 可是如果你移開之後 沒變大寫 那表示什麼 打錯了 OK 就這樣而已 我發現很多同學 比較有障礙的 還是在打錯程式上面 好 那這個格式化做完之後 最後呢 還有一個需求 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還是很麻煩 雖然我這樣捲 往下看 還是可以看到號碼 可是問題還是很麻煩 一直捲一直捲 你最好跟我列個清單 在這邊不就好了 所以喔 最好的方案是什麼 在這邊打個前七名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那個前七名的東西 列在這裡 嗯 那怎麼列 OK 那其實喔 這個前七名 程式跟這個格式化蠻像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那個格式化 把它貼過來 這個複製貼過來 然後改成前七名 那只要改幾個地方就好 第一個喔 其實條件都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我的需求是什麼 需要把得到的這個數字 得到的資料放到這邊來 那得到的資料其實就寫成這樣子 Sales ID的A欄 指的是它喔 放在這裡 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叫做F2 所以如果你用Sales來表示的話 那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用Sales 那我就打在這邊 就是叫Sales 如果我要放的話 請你寫在前面 Sales 第二列的F欄 等於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 什麼樣呢 找到的這個資料 12嘛 這個裡面放12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儲存格是指哪裡 指這個 所以它會幫你把這個12 複製一份到這裡 這邊就變成12了 好 那可是下一個的話會怎麼樣 如果你這樣往下找 找到 找到之後 假設我這邊把它RUN一下 找到了嘛 放12過來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再RUN一下 RUN下一個 你會發現喔 一直往下RUN 再找到下一個 找到下一個會怎麼樣 下一個的話應該就是21 那一樣如果放F2的話 那會變怎麼樣 蓋過去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假設這樣執勤啊 它最後只留下什麼 最後那個數字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2怎麼樣 是不是說如果 可以把這個2呢 可以隨著它如果 放第一次是放第二 然後之後就把它加1 之後再加1 的話 那我們不就列個清單了嗎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會需要有一個變數 那什麼叫變數喔 就是 像I就是一個變數 所以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加一個變數 我隨便取個名稱叫K好了 它第一次是2 那你可以把這個K放在這裡 它就會變F2 可是喔 如果你要讓它放一個資料之後 把K變成3的話 那你只需要在下面再打一行敘述 怎麼樣呢 K喔 等於K自己本身再加1 它就會幫你把2加1之後 存回到前面的K 所以這個敘述其實是先做後面的運算 結果呢 運算的結果呢 丟到前面來 那K就變多少 K就變2 本來是這邊2 2加1對不對 然後 存在前面變3 所以回來之後呢 那就變放F3了 放下一個 所以喔 加了這個敘述之後的話 那就執行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按照我們要的結果 把那個前期名的清單列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請各位試試看 一下講會不會講太多 好 那是因為時間關係啦 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先把剛剛講的喔 第一個喔 格式化的部分 就是哪 第2到第43列裡面 條件是這一個 小於等於7的底色 換成黃色 清楚就是變成沒有顏色 再把這一個程式複製貼過來 改成前七名 我其實只有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喔 這個 原來是在這裡 的底色的 改成這個的資料 放在這裡 那本來這邊是F2啦 改成K等於2 K等於K加1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效果 那今天的話也許 可以把這邊的程式寫出來之後 並且在這邊增加按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所以今天的練習作業喔 就是試著把剛剛講的程式 把它寫完 然後存檔上傳到Poto就完成了 OK 那相關的程式喔 也在雲端白板上面有 你們可以參考 好 出你的兒子 吃天菜 出招物 好 出招物